生活的故事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断 谁说英雄不能誕生在灵力之间 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 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小两口贼老美妞也得好严相选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当有很难找警察那绝对不是许言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自己的心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值得人在旅行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大伯的眼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是为了老百姓 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啊 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 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人 别到时候自己就受伤了 知道了 警察同志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警察同志 还有什么事吗 这件事还没有追究清楚 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行 你跟我回派出所路比路啊 好 帅哥 别乱叫了 叫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那你有女朋友吗 和这事有关系吗 不是 没有关系 好 谢谢 那个 记者同志啊 哎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 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能能能能能 谢谢您 常文言 你 你咋知道的 去医院看了吗 哎呀 又没什么大问题 去一趟医院也厚麻烦呢 是不是 什么叫厚麻烦呢 啊 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 有不厚麻烦的事吗 年轻人太不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了 你现在是年轻 等到了一定岁数了 病权找上门来 好 这样吧 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 那儿都排队 不用 厌厌厌厌厌 看见了吗 晓晓 这就是我师父 对待同志们呀 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那对待工作呢 对待工作 那就是夏天班的活儿了呀 那对待犯罪分子呢 那就是秋风嫂过夜 刷刷刷刷刷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迷啊 说道词呢 谢谢林警官关心 回来了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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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路过公交车站 他要跟男的吵架 说这男的骚扰他 那那男的呢 怎么就太疑人啊 男的跑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 但是也是在这个 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 才逃跑的 诶 你什么意思啊 人家警察同志 是对我负责 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行了 她也不是警察 不懂规矩 不用跟她说 坐下 新鸣 王小丽 就是那个美丽的例子 以后我再来的时候 你可以管我叫莉莉 还想再来呀 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年龄 二十四 刚刚大学毕业 警察同志 你多大呀 不会比我还小吧 请您说一下案情 不行 那你得先告诉我 你的姓名 您年龄和星座 齐峰 余总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 我得好好跟您 说声谢谢呢 哎 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 我要送你们实面 徐凡 你去做笔录 齐峰来我办公室 是 好嘞 哎 怎么回事啊 人嘞 我要给你做吧 继续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 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 华大妈前脚刚走 今天又来英雄救美 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警棋啊 我是警察 我在街上遇到这事 我能不管吗 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 谁知道后面能闹成这样 顺道手帮一把 你再想想 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我没干嘛呀 那水果摊这不是我撞翻的 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的老板 他就不在那儿了 别磨叽了 收拾你那烂摊子去 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 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小娘 我回来了 你在哪儿呢 我刚下晚自习 正好回走呢 好 路上注意安全吧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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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回来啦 回来啦 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不吃了 我今天呀在学校又吃过了 哪怕要吃一口啊 你饿了肚子呀 嗯 不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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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才特别不好吃了 来来来 孩子孩子来 来来来来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 亲爱的 别任性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这些啊 我困死 急睡 等会儿呢 谁呀 来了 这么晚了 你有事儿吗 有有有 怎么了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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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的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 我头都大了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 吓我一跳 说吧 小妮啊 谈恋爱了 小妮十八了吧 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能不大惊小怪吗 她妈走得早 我们爷俩打小 是吧 相依为命 咱干这想工作你也清楚 没时间照顾她 她又是个女孩子去 我最担心的就是 你看你 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 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她谈恋爱了 我刚才啊 听见她在屋里 跟人家谈情说爱 谈情说爱 都说什么了 你说我听听 就那个意思吧 就是什么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甜蜜得很 很什么玩儿呢 很轻易 对啊 你这么知道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甜蜜得很轻易 亲爱的 别任性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什么情况啊 周杰伦的歌 告白气球 你真是个土老猫 实道道 难怪小年管你叫老干妈呢 一点都没错 老哥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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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来 好好好 我回去啊 老哥们 老亲爱的 你满满满飞 要不得唱歌 要不得唱歌 老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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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哎 我爸来了 我走了 爸 你怎么来了 他俩什么情况 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你怎么来了 中午跟您一块吃个饭呗 走呗 爸 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 说 您看 呦 田志愿了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 我们学校弄的 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 弄点紧张气魂 嗯 对对对 是要紧张起来了啊 前段时间 你玩得挺嗨哦 好嗨哦 嗯 那您看看 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 这样 前段时间呢 我到你们学校开展场会 老师跟我说了 说依你现在的成绩 考个一本 问题不大 但是啊 但是 继续努力 或许还能考一个 更好的学校 其实 那些学校 我都不是很想报 我想报 啊 你想不拟于大爷的后尘 想到刑警是吧 不是 嗯 我想 我想报舞蹈学院 什么 舞蹈学院 我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不是 我是认真的 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 问过专业的老师了 他们说像我这样 那考舞蹈学院 是有很大希望的 这个学舞蹈啊 它得从小就得练 那叫童子工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 专业的老师都说了 说像我这样啊 天赋好 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你学什么都行 就不能学这个 不是 为什么呀 你看啊孩子 这个搞艺术的人哪 脑袋刮得都灵活 你灵活吗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 也没离开过我 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了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 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苦高的学生 文化底子好 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行行行这样吧 咱先不聊这个事了 不是还有段时间吗 啊 你先好好学习吧 不是没时间了吧 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易考 考舞蹈学院就得先考专业呀 你一个女孩子去 是吧 考上个一本加两本 行了老干妈 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 尊重我 尊重 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 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 哄着我 真是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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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 没吃饭呢 不是 你这吃的算哪顿 中午没工夫吃 好 你稍微垫一点 晚上呢 我打算请你吃打餐 你怎么又来了 这顿又有什么名头啊 这名头可辞实了 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子 感谢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 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 你听我你说我这顿的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 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 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娘 我都想好嘛 单独请我就算了 要请大家一块去 不是 你们也 行了吧你 赶紧忙去吧 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 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啊 正好赶今天我闻休 这样 你忙你的 我在这儿等你下班行吗 陈总 你再这样下去 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 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对不起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得对 我最不该做的就是 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 这样 你忙你的 我去办事大厅等你 你走不走啊 你走 我走了 我走 我走 你别小点声 我走还不行吗 我走 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 身体不好 那塑料的 你要听我 陈总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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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吃啊 哎 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 是不是又请你吃饭 你别跟我提这个 一提我就烦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 非老往我这儿跑 哎呀 理解 理解 你吧 啊 长得那么漂亮 业务能力又那么强 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 你得允许 人家仰视你吧 我长得漂亮吗 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呢 漂亮啊 就剩漂亮了 你看你这大眼珠子 比我四个大王 说心里话 你在我心目中啊 跟小娘她妈 是一个级别的 行了 你就别拿我开心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是不是又跟小娘闹别扭了 我刚跟你说了 要好好跟她沟通 你又训她了吧 没训她呀 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 今天中午 一顿饭的功夫 改主意了 要考舞蹈学院 她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你知道这事啊 她跟我说过她这想法 还让我先别告诉你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孩子喜欢 那咱们得支持啊 雨水 那你说她考舞蹈学院 行吗 怎么不行啊 你非要让她去考一个 她不喜欢的专业 混上四年大学 出来了又回到原点 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我爸有一个担心 我爸她现在呢 是心血来潮 学着学着呢 觉得自个儿呢 不是这块料 再去学别的 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老林 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 小年十八了 我相信她想好的事 她能坚持下去 我看过她跳舞 那是真喜欢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那你觉得她跳舞行吗 怎么不行啊 你是不是上来 就否定她了 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 今天又否定人家 她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雨水啊 你了解我的心儿 平时呢 我这个人慢悠悠的 但是遇到这种事 你说我能不急吗 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你就是在小年这件事上 闲得太紧了 你说你态度不好 你说什么都不对 是吧 是不是你的错 雨水这样啊 对错咱先放一遍 这孩子呢 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余大爷 你余大爷说啥 他就是啥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那你求求我吧 那行 我求求你 行啊 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 买点小年爱吃的 我好好跟他唠唠 好 好好好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端端端 你先跟他道个歉 道 道 道 跳舞的事 如果一时沟通不了 咱先放一下 慢慢再说 行 我听你的 你那徒弟 正事干不了 竟给我添乱 你回去 好好说说他 行行行 继续用筛 还有水吗 你留一会儿 好 我去了啊 你说你们见过齐峰 这么办事的吗 他根本就不考虑 画大妈的感受 上来就掏钱 放下钱就走人 我拦都拦不住 还说 因为钱产生的矛盾 用钱就能解决 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刘小小 你谁啊 你真当这儿 你自己家是吗 没点正事干 就知道山音风点鬼火 嫌疯了吧 我说的 这个是事实 你就是给 画大妈钱了呀 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 就在那儿 亲亲我我 鸡鸡喳喳 这大家都看见了 是不是 刘小小我警告你啊 别胡说八道啊 这么大人说话干嘛呀 我耳朵又不聋 谁啊 来一下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干你师傅说话 也这么大声啊 师傅 什么情况 那刘小小 成天不干正事 逮着往哪儿想出去 在那儿胡刷八道 刚才拉着所里同事 但是天有加醋的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人家这个刘记者 也是实事求是 你别老说人家 先说说你吧 你说你吧 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 是吧 这干的是什么事啊 那华大妈的事 你认为做得好吗 当然了 这个王小丽的事 我是比较理解你 不是华大妈那事 我是给了钱了 但我是不是 把事也给解决了呀 余所让我跟华大妈道歉 我也道歉了 我去找华大妈大包小包 帮人家拎菜 给人拎到家门口 零了零了一句不疼不痒的 那我还能干嘛呀 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 您不知道那婆媳俩 吵得那叫不可开交 我要不赶紧把这事给了了 那娘俩都能动手 这事就生机为打药斗殴事件了 小琪啊 您还是年轻啊 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 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 他这个矛盾能伸到哪儿去呀 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当然了 他们这个报假案 这个是不对的 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 已经到他那儿去了 我们就要拿出十二分的耐心来 对吧 咱得把这个矛盾给它化解了 避免事态进一步地扩大化 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了 你看看你 二话没说 把钱夹击往那儿一放 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 反而给人家添了赌 难怪余所人家批评了你 我这余所看着挺生气的 那他会不会把我 他会不会怎么样 我就不清楚了 你这样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 你回去琢磨琢磨 把你尽气的所作所为 你也总结总结 去吧 对了 别再吵了 是我呢 我先走了 来 干啥呀 我这不来安慰一下 我这不得意的失地吗 这套 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呢 这 刘晓晓说的 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不过话说回来 琪磨 你也确实应该 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 那师傅经常跟咱说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你看人师傅那修行 这么些年了 除了跟小娘 我还真没见她 跟谁挤过眼呢 这就叫道行 咱得学着点 这不是废话吗 她比我大多少岁 她摸泡滚打多少年 我才上网几天 也对 哎 哎 我有一好主意 哎 刘记者 嗯 你啊 以后也别光宣传 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 就像我们 这年轻警察 这成长进步的过程 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 是不 琪磨 放心吧 我啊 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 哎 你别说 你这么一说到点醒我了 到时候写的时候呢 题目就叫做 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运收 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哎 这 这也不错 哎 这 这挺好 你看人秀你的水平啊 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 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哎 那当然了 我妈 哪让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齐峰 画他妈电话 好 等等 等等 那你啊 我去开灯试一下 没事 没事 啊 亮了 哦 亮了 您再开一下 爷 行 黑鞋都亮了 行 好亮 那行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就放那儿吧 行 哎 哎 人家还有什么活 啊 这个 进矿挂好了 嗯 厕所忍通了 啊 不用原谅了 没 没了 来来来来 喝点水 喝点水 你没上水 我不喝水了 黄达妈 我还一回所里还有事啊 哎 哎呀 先别走 啊 啊 孩子 你不问问大妈 原谅了您了没有 我今天干那些 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 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小琪啊 大妈看出来了 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 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 哎呀 你说大妈家有事吧 总叫你们来 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 更不是想耽误时间 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 嗯 叫你们来吧 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 给我们做个主 你说大妈缺能五百块钱吗 你们民警呀 就是公信力 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理的支撑 你们说两句话 凭我们吵十句都管用 大妈您说得对 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有问题 我以后一定注意 哎呀 小琪 好好干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 你就到救委会找我 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行嘞 花大妈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您 辛苦了孩子 嗯 走了 哎 这什么样啊 哎 你干嘛 别人别人看呢 别人看的呀 哎 什么样啊 我卖它干嘛呀 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 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 买早餐 然后吃什么呀 我还以为是糖果呢 我不知道啊 别人这么行 嗯 我还想回去退呢 但是那店里全然咱们 怎么在买东西 我也不好意思啊 哥几个啊 今天晚上没事的 咱一块去撸串吧 好啊 哎呀 这好啊 这可以啊啊 好久没撸了串都想我了 就上次哪家 那家不要特整啊 就那家就哪家 赶紧收拾 赶紧收拾 快点收拾收拾啊 晚上不见不散 走 走 走 行 一起啊 不去了 别啊 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不值班 也没任务 走啊 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 这华大妈那事都过去了 给自己放松了吗 是啊 顺不去了 你们居女的啊 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 放松一下走吧 哎呀 这么大个人了 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 你们说 他将来该怎么办 是不是 他不去啊 我去 带我一个啊 我说你 太好了 你知都是罗汉菊 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哼 哎 哎 刘役者是这样 我们之前聚会都是AH 我懂 得嘞 活该你单身 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A什么啊 他那份你出 谢阳 你凭什么让我打出啊 你怎么会出啊 你怎么会出啊 你不是说啊 你记不记得上次那活儿呢 那个啊 你不用了 好 好 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 也没怎么来吃 今儿吃回来啊 你爸你妈搬走之前 把你交代给我了 让我照顾好你 我呢最近也比较忙 是 我爸我妈可真行啊 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 把我扔在这儿 还交给你照顾 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 我也搬新房子去了 我是没钱买房 我要是有钱也不买 这街坊司令都习惯了 舍不得这些老人 鱼啊 是清蒸还是工商 我都行 看小年喜欢什么 我做啥他都喜欢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的 那做饭 这个 小年不知道 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鱼翠儿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 我发现你说话啊 让人琢磨不透 我哪能跟你比啊 谁不知道你天天 祸悉你一大台积 我那叫大智若鱼 你对谁都宽容 唯独对小年太苛刻了 你今天晚上得跟他道歉啊 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一定 一定 田家 林哥 陈索 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哪儿啊 这都下班了点了 我是来这儿 不是要是等林哥 等我啊 等我啊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我这不想 特意来感谢下当事人 来 闺女在家吧 应该回来了 这有意思 踩着这个点 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 往这儿看 拿 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 我今天晚上 我打算呀 好好的露一手啊 正好 一伙在这儿呢 咱晚上一块 行行一块一块 行吧 我坐 你们吃 不行 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了吗 啊 你妈有事啊 我有事吗 哦哦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有个事 不过这个事 可以改日 改日 改日我可不陪你 你自己去跟小年说啊 啊 林哥 小年怎么了 哎 你怎么对人家家事 这么感兴趣啊 人家父女俩 闹点矛盾 我去帮着调和 你别瞎掺和 这真不是瞎掺和 我跟你说一说 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小年来的 我觉得今天正好 咱俩一块儿 好好地开导一下小年 你这上杆子买卖 跟谁学的 你别跟着瞎掺和 我怎么能要上杆子买卖 我跟你说啊 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 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行行行 我来做 你们吃 对嘛 林大鲁 你要这样 我可协调不了啊 下回再遇到这事 你还得跟小年闹翻 说一套做一套 有没有意思啊 佳佳 怎么说话呢 一起聚在这儿高高兴 吃个饭聊聊天 什么子 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 就是开导小年 谁跟你咱俩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的 你看这儿 本来就不是外人 你快别说话 来 林哥 帮我拿一道 来 这个还挺沉的 你等等 你上人家家道谢 你让人家拿东西 你有没有点诚意啊 没事没事 我都习惯了 你让他拿 那余所发话了 那必须听余所的 对 对 不但我的我拿 我觉得你把你列给了 我看你行 我的你也拿 那必须得都给我 余所发话了 那必须全得我拿 我 我必须得拿 你特不乖了你 后背相望关系啊 谢谢啊 他可以 天天健身 挺重啊 你 警察同志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走 我请你吃饭去 什么救命之恩 我是警察 你是受害者 帮你理所应当 职责所在 不用请我吃 行 那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作为你的朋友 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 以后 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你还真想天天 往派出所跑啊 天天来也成呀 派出所多好啊 安全 再说了 有你在 更安全 人民有事就得找警察啊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好 好 我有任务啊 早点回家 你不是下班了吗 人民警察二十四小时待命 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了 回家注意安全 那我下回还来找你 西方 能不能帮我干嘛 嗯 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 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 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 你帮我看一会儿吧 你赶紧去啊 谢谢啊 二位啊 你们俩只复他看电视就行了 哎呀我的妈呀 好 我帮你啊 饿饿了 你别花嘴上滚 我要帮忙你直接去啊 合着我们所老林 是欢迎你 历领检查呢 不是我这不开始撸袖子 要去帮他嘛 用得让你在这儿捣捣我 别捣捣我 你 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啊 是啊 为什么呀 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 我交了长期饭票的 哎怎么着 你也想来吃饭啊 你妈妈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 因为我爸妈和小年儿的妈妈 是一个单位的 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 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 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 所以请老林闪口饭给我吃 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 什么为什么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不是 他昨晚好吃 好吃 你还吃啊 不是 那我待会儿 要是做了万一你不爱吃的话 岂不是我就玩陷我了啊 你这么想赢呢 我必须得赢啊 你赢不了了 你就打个下手吧 不需要你长勺 我跟你说啊 我就打下手 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别到了 我帮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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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住他 安住他 别让他跑了 换 换 换到吗 晓芹啊 安住 安住 你别喊啊 你别喊啊 我哪听不定要报警呢 通耳通啊 别喊啊 晓芹 你快来吧 我们被袭击了 袭击 有武器吗 有人受伤了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武器 反正啊 他把我们吓坏了 什么袭击了 什么袭击了 我还没说完 几个人啊 我们一群老太太 还好把她给逮住了 一个小护士 一个老护士大护士 你大护士 你大护士 我放你 护士 我知道 他说哪儿了 护士 一个小护士 他被我们逮住了 他劲可大 太厉害了 行 放来吧 您别担心了 保护好自己 我马上就到 我跟你说哥 我要是不在你这儿 帮点什么呀 佳佳肯 不是 你们余总 肯定会说我的 没事 他总来你们家吃饭 经常吧 摇味 为什么都不讲呢 楼上楼下的呢 他爸他妈把它交给我了 这不也方便吗 那他都在吃什么菜啊 好家伙 你家尝菜就行 那昨天你们家吃饭 他在这儿过夜了 又喝了又喝了 破了 不过夜 跟我开笑呢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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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是来了 就是她 她把我们跳狂唱舞的 昏运器给砸了 碰的一声 吓死我们了 这还是次要的呢 关键 她说她有枪 别胡说八道啊 我没说 你这好多 他怎么来的枪啊 等着 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 万一打造人怎么办呢 就是 就是 小琪 你赶紧把她逮回去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回去好好审审她 说不准啊 还能揪出个犯罪团伙呢 就是 真的有可能的 你马上把她抓起来 你再不能让她跑出来 危害社会治安 是 你别激动啊 这不有我在呢 我看你 这不是 就是她 大伙听我说一句啊 是这样的 我刚搜她身了 没枪 这个弹弓啊 其实她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行行行 你得赶紧把她抓了呢 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 你说这这么多人 谁能防住她呢 就是 谁能防住她 没错 没错 你得好好查一查 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对对对对 叔叔阿姨 这样啊 听我说两句 听我说两句啊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 一定好好审 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 今儿啊 谢谢大伙了 谢谢大家啊 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 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别回头再把大伙给伤着 好不好 好 谢谢大伙啊 没事 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 小区的安全都得 大家一块都得复杂 是吧 是 没错 没错 大家啊提高警惕 这事啊 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好 好嘞 好好好 好好审啊 陈琳你可真是添乱 你也是 牵什么都把手里牵了 这是怪我跟凌德说话 都这么分十了嘛 没事 姐姐 小妮回来了 小妮 余大爷 哎 这你陈叔叔头一回见吗 见过 之前在余所办公室里见过 陈琳好 你去小动物怎么了 小动物 哦 小动物 小动物已经全部都救出来了 而且交给了动物保护协会 很快就放回自然 真好 哎 小妮 我今天特意是来感谢你的 感谢我 当然 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线索 我们把这答案给破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这习惯就是 从小的成长环境 给培养出来的 嗯 那可不是 这种意识太宝贵了 我们现在就缺乏像这种 有意识的好公民 现在有太多人没有意识 活活地让那些犯罪分子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 陈琳 坐 你是来给小年上四项教育课的 我们晚上喝西北风啊 哎 马上下锅啊 马上下锅了 你别忙 让他来 他今天就是来露一手的 我今天来就是露一手的 来 来 来 这地儿不错哎 带你来 能来岔的地儿吗 哎 来了 哎 老板 你接到你电话呀 这都给你摆好了 是吧 老样多来是 老样子 老样子 谢谢老板 哎 你们先喝着啊 我给你们烤串 哎 烤串 烤串 我跟你说晓晓啊 平时啊 我们喝的都是红的 今天为了迎接你 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白的 白的 这 红的喝着太甜了 迎接咱刘大记者 那也不够劲是不是 必须白的 对 开整关 白的 这 这 这就是白的呀 这不白的吗 有酒味吗 无纯啤酒 也是酒 苦味了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就不能匆匆融融放个家 爸爸我知道你想当个好警察 但也该有个温暖的家 习惯爸爸他不明白我的想法 有时候是真的不太想理他 是最大抱怨 如果别人自备他 有人付出要维护他 爸爸我接到你的辛苦啊 总是心情向我为大家 成了阳山 英勇人人夸 我的爸爸是警察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我想帮你整齐这个价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真心话有你在我就不会害怕 牵一抹花中理解你的味道 既要当地努力工作来赚钱养家 又要当马拉扯我长大 爸爸我知道你的辛苦啊 总是心情向我为大家 成了阳山 英勇人人夸 你是让我骄傲的爸爸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tart 我想帮你承起这个价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ension 啊 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